我觉得台湾大选就像秀的舞台像是演唱会现场 有歌星然后有前面铺垫的 还有把残疾人推上去煽情的 然后那个残疾人说支持民进党 中国媒体人王志安上脱口秀 边讲边做动作善笑意味十足 主持人贺龙LB也在旁边跟大笑引发全民公愤 节目赞助商之一的床店品牌 德国A码发布道歉声明强调节目言论完全不代表 德国A码立场以暂停所有合作 教售平台UC也在脸书道歉以向制作单位表达抗议 要求撤下置入片段也终止所有合作 激进党甚至喊要因赞助节目提告求偿 我去上这个节目之前我就问他们说我该怎样 他们说你就尽量嘲笑自己这样 他就是一个嘲笑的节目 但是当然了就是说不应该去嘲笑 包括曾上过节目的赵少康也说不应该 王志安面对沿上风波 他原本坚决不认错 还在社群po文大呛说因为发言无法再到台湾 他接受但会鄙视台湾政客 不过也没关系很快就会加入日本籍 台湾不要排斥我们这些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异乡客 尽管新影片打感情牌力图灭火 但已被移民署废除他的入境许可 五年不得来台 长期力挺台湾的神护士议员也发文喊话 针对王志安声称会取得日本国籍仪式 也会采取相对应的行动 王志安只怕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明事情文综合报道